好,现在课外补充一下 让你们更了解 你有发现 刚刚这两个地方 特别用红色表示 多细胞个体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植物的生活史里面 包含了所谓的包子体跟配子体 首先 首先我们讲包子体 我们自然界中所看到整个植物个体 都叫做包子体 也就是多细胞个体 就是一株植物 老师用红框标起来 这是有根茎叶花果子种子 一个完整的植物 它透过了减数分裂 我们写减分 会产生包子 减数分裂 蓝色的套数会从2n变成是1n 就在这里 这朵花就是一个包子体 透过减数分裂 熊蓝产生小包子 雄蓝产生小包子 雄蓝透过减数分裂 产生了大包子 而这个包子 再经过有丝分裂 染色的套数不变 细胞数多一倍 小包子经过有丝分裂 产生这样一个结构 两个细胞产生一个花粉 而磁蓝里面一个大包子 经过三次的有丝分裂 产生了七个细胞 八个核 这个结构我们叫胚囊 细胞数有七个 花粉细胞数有两个 所以花粉跟胚囊 对植物而言 都是一个多细胞的个体 这个我们叫做 熊配子体跟磁配子体 我们这样解 配子体有分熊跟磁 这是一个多细胞的个体 用红色框起来 好我们再看这里 所以花粉 就是一个熊配子体 所以老师刚刚有讲 吃下一颗花粉 就是吃下了一个植物个体 但它属于未成熟的熊配子体 当这个花粉 落在柱头上产生花粉管之后 这个花粉管 就是成熟的熊配子体 而这里七个细胞八个核 这个胚囊的结构 就是磁配子体 好再次哦 配囊跟花粉 还有花 都属于多细胞的个体 所以再回答这里 熊配子体 就是花粉管 还有花粉 磁配子体 就是配囊 套数 因为是包子有是分裂来的 所以都是一N 它们会再经过有失分裂 产生金跟卵 你看这里 生殖细胞经过有失分裂 产生了两个金细胞 所以这个金细胞 我们叫做配子 而这个大包子 经过有失分裂 产生的卵 也叫做配子 所以这里 经过有失分裂 产生了熊配子 跟磁配子 就是金跟卵 就是一N 然后熊配子 跟磁配子 再寿金 的 产生 细胞转